依然可以看到我們以期最好園下面的別墅 以及左邊的高宇夫球場 以及正前方的海恩半山的整個景觀 有五桂山、長江水庫、金鐘水庫的幾個大自然之縣 全部包圍著新人 不論是我們的長江路還是博外路 還是我們的南外環 幾乎是包圍著整個最好園這邊 無論你如何選擇出行 有部車系列身上去哪裡都非常方便 HELLO 大家好我是Bosco 歡迎收看我們深龍家的頻道 中山市區居然有山景水景網路 距離我們深圳只需要40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到達 還建立在我們半山之上的一個負責單位 今期我們回到我們火牆區這邊的 永兒最好園三期這邊的流氓單位的推介 若果想知道我們接派來有什麼護翼推介 帶給大家不妨點我LINE 或者Follow我們的頻道 稍後我們遲到幫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期有什麼產品帶給大家 我們稍後就上去示範單位這邊 幫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開始去哪 我們上去示範單位之前 幫大家再看一下 這邊的交通狀況和這邊的配道是如何 首先永兒最好園是屬於 我們中山市的火牆區的立屬地區 距離東區只是一步之遙 所以大家買性價比最高的東區房 一定都會選回火牆區這邊的一個博外路的樓盤 最後月也都是其中之一 我們說一下這邊最出色的地方 就是距離樓盤大約10分鐘 就會有我們的中山站 到時南下珠海北上廣州 直插回深圳 就絕對不再試 要兩三個小時 一個小時絕對可以幫大家全部搞定 然後我們駁去七路的一個輔道 就可以轉回我們的翠亨快線 回到馬安島 大家都知道2024年的6月份 心中通道就即將要通車 介紹回深圳 你只需要四十多分鐘 就可以兩個城市穿梭對接 到馬安島這邊 也是三個小時的時間 就可以回到 而且全城更加方便 更加簡直 而且距離樓盤大約900米左右 就會有我們中山東區的高速路網 那個高速也可以連接我們的珠海人公島這邊 大約用時也是九至十個小時之間 就可以回到珠海人公島 加上金巴就可以回到香港 看回整個圖 大家不難可以看到 不論是我們的長江路 還是渤岳路 還是我們的南岸環 幾乎是包圍著整個最後月這邊 不論你如何選擇出行 有保車在身上 你去哪裏都非常方便 說回我們雙圈這邊 首先距離我們樓盤最近的 一定就是我們的大順雙圈 在我們羽陽城這邊 還有我們的星河CocoCity 這樣的一個購物店 還有這邊還有我們的直通巴士 直通巴士就會在聖景尚峰 和我們海恩新城 兩個邊角這邊 距離大概都是十分鐘的時間 都非常方便 如果說到大型的社區公園 就一定是我們的紫馬嶺公園 醫療配套一定也是我們的博愛醫院 說到這邊 就不得不說一下 最好遠的整個南向這邊的 整個自營景觀下 有五桂山 和長江水庫 和金鐘水庫 和我們金鐘水庫 那幾個大的自營之縣 全部包圍起來 住在這邊是非常舒適的 還有我們後面還有何恩新城 這樣的一個老式住宅 在這邊靠住 所以說配套也不會太差 接下來我們轉回樓盤這邊 講解它這邊的基礎所據 樓盤的總佔地大約是1,500 分4期開發 目前我們賣的是三期陽樓 也是一座這邊的樓 我們三期這邊一共分10樓 開發 目前在手就是1樓 整個一座這邊分4樓 這邊總層高是28層 2元半的一個物業管理費 車位比例是1比1.2 還有這次推出來的樓盤 分別是前面兩個的121平方 和02樓盤的130平方 和01樓盤的163平方 全部都是錯向潮南 望正住城國自營之縣 山景景 別墅景觀 你全部都沒得到的 那我們接下來 去到示範單位這邊 幫大家介紹一下 示範單位究竟是如何的實體樓 究竟夠不夠賺呢? BOSCO這邊分到最豪華這邊 幫大家看看三期這邊的第一個樓盤 這個樓盤就是我們163平方的4房 3個社手間 2個客廳 同時這個樓盤還是專門樓盤的一個樓盤 鎖了鏡頭,進來看看 正常出現樓盤之後 其實這邊有個門 後期我個人覺得 這樓盤就不需要長期開放的 因為為什麼呢? 在我們身後這個地方 有一個開間接近3尾3 和長度接近6尾7的 一個入戶花園 那入戶花園裡面 還標配著一部升降機 就是你直接從地下室 或者一樓直通到自己房間 非常之方便 那日後這邊呢 我相信也都是DECCA 這樣上來 保護了每一戶的隱私 和他們的一個安全 那經過一個入戶花園 進來這個地方 左手邊就是一個圓關的位置 那圓關裡面 可以放一些圓關櫃 簡單一點的 擺放 右手邊這邊 即時會有一個 兩尾8開間的 一個北向的房間 那這間房間 其實我個人覺得 可以做一個 儲存室 或者是嬰兒的房間 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再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一個 闊度開間大約 六尾8左右的 大橫廳設計 又是這排市面箱 比較貴的一個橫廳 所以橫廳的烏型 真的很好吃 在整個中山這邊的 新樓盤裡面 然後裡面 就是一個開間接近 兩尾三 然後它整個闊度 大約會有 我們現在的三尾 一個廚房位置 雙門的雪櫃 和操作面板 包括上面的吊櫃 全部都可以滿足大家 還有左手邊這邊 還有一個很大的窗 窗這邊也是送了一半的面積 還有聽說它們的 自家的Galaxy Vision 隨房連洗碗機 都是標配的 然後 又不得不說一下 它這個洗手間的設計 確實是我覺得 比較尷尬的 廁所就是餐廳的門口 其實我覺得 就差一點 當然 可能設計師有自己的 一個想法和idea 看看整個公共洗手間 公共洗手間的整個闊度 絕對夠 包括它們裡面的空間 亦都非常充足 個案室分離的操作 包括我們全系列的 一個智能馬桶 都是屬於交流標準 標配給大家 然後走回整個客廳這邊 那廳這邊 橫廳不用多說 一定是最注重的 就是整個空間的感受 然後我們先進入露台 其實我們的160多方 和130多方 它是分機數和偶售的 那機數一定是最美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送的空間會比較多 我們先進入露台 我們全凍全部都是東南座向的 東南座看出什麼景觀呢? 就是我們樓下二期的別墅景觀 和我們正前方的五桂山的景觀 和我們高爾夫球景 全部都可以看到 包括長江水庫的山頭 都可以感受到 所以說 如果是想住在這邊 想去感受到新鮮空氣 那麼這個 絕對會很適合大家 我們剛剛說到 如果基數和偶數有什麼區別呢? 那基數呢 就是會多出來 我們前面的一個水龍頭 以後的一個騎樓的位置 那如果你說偶數神 它是沒有一些東西的 所以它會有少少的區別在這邊 然後呢 這邊呢 我們北向這邊 還有一個我們的房間 大約是三米一的開間 那這間房間 是向著北向後面的三座 和四座這邊的 那其實整個空間 也都非常夠用 那然後呢 再進來這邊 就會有我們兩間套房 那首先 就是看右邊這邊 那右邊這間套房 它是打樹形的 做了一個我們270度的 落地玻璃的一個套房 那整個view都非常之不錯 還在望著我們一期的住宅 和我們二期的別墅的景觀 那所以呢 那這邊做一個小朋友的主人房 其實都不錯 有獨立的隱私空間 那整個房間 又不需要從外面公共使用 那左邊這邊 就是主人房的套房 那這間套房 其實你可以看到 都是帶來套廁 那進去的整個空間 也都想要比較廢 然後這邊呢 也都做了個270度 它打了整個view 那問了私宿人員 他肯定不可以 跟我們百分之牌 肯定可不可以做這件事 但是我相信 日後呢 我們入住之後 去裝修的時候呢 也都可以同一 和物館說聲 我們將view桌 打了去 那整個空間 就非常之寫意了 看著這樣的山頸 看著這樣的避水景觀 這樣的163方 才適合我們居住的嘛 其實市區這邊 依然有望到 有山有水的地方 不過價錢 就比較高一點了 那這邊的護形呢 全部均價呢 就是在我們的 1850到20000元之間 那到時呢 全部都是正狀交標的 那一陣呢 我們移步到130平方 幫大家介紹一下 130平方 又有如何的感覺 就是我們一百三十平方的三房兩廳兩位 那這個護形呢 依然是具有特色的 那首先入住門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很長的入門花園 那基數和偶數呢 它的分別呢 依然是我們的基數層 它會有出面的一個 唐門出面的一個騎樓的小位置 那偶數層呢 它是不存在這樣 一個陣送出來的一個面積來的 那還有呢 那外面呢 有一個入門花園呢 我們可以把很多的雜物 包括圓關 或者說簡單的擺設 都可以放在外面的 那然後 隧著鏡頭 進來看一下 這間房間的間隔又是如何的 那首先呢 進來這個地方呢 左手邊的第一個 我們的一個空間呢 就是我們脫房的位置 那整個脫房呢 做了個長字形的L字形的方式 作為一個我們的脫房位置 那外面呢 如果是基數層呢 就會連貫著我們多出來的騎樓呢 就有窗戶網出去的 那全器呢 亦都是標配我們的抽烟機 咒爐 包括我們的洗碗機 消毒碗具 都是家外標準 那然後出來這邊呢 就是一個類似於橫廳這樣的設計 餐廳和客廳一體式的設計 那我們頭上邊的中央冷氣呢 亦都是全器標配的 那我們所有房間都具有中央冷氣的 那我們先看看客廳和露台的位置 那這個廳呢 其實呢 雖然說橫廳的闊度 但是呢 如果是整個廳間了一半的話呢 那這邊的一個客廳的開間 大概也會有三尾四到三尾五之間的闊度 其實看起來呢 都非常之不錯的 然後我們先看看我們整個騎樓的感覺 和景觀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呢 我們整個一百三尾平方呢 雖然說他和我們一百六十尾有兩個對角 但是他看出去的景觀呢 依然是有山景 別墅的景觀 和我們半山的海恩的豪宅的別墅 長江的水庫呢 亦都可以看到少少 五巨山的山脈呢 就更加看得更透徹少少 所以說呢 這一期的最豪園 一棟流氓這邊呢 看出去的景觀呢 全部都是開陽 和呢 是很舒服的 那然後逐步再幫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裡面的一個正區的空間 那首先左手邊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洗手間 屬於公共洗手間 整個闊度呢 和一百六十平方 幾乎是匹配到一樣的 那裡面的乾濕分離 包括戰爭馬桶呢 都是交流標準 那我們北向這邊呢 還有一間房間的 那這一間房間開間呢 大概就有 差不多是兩米八到三米之間的 那擺放著我們的衣� 包括我們的床 一米五座其實呢 都可以做到一間 我們次岸的標準 那然後再進來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和我們北向的另外一間房間 那這間房間呢 那這間房間呢 其實呢 都可以做到一間 我們次岸的標準 那然後再進來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和我們一間北向的另外一間房間 那這間房間呢 其實比較別致一點 其實大家可以說實話 看到 那這邊是利用了 飄窗的一個拆除的方式 讓整個空間加大了 那這間房間很明顯 就是屬於一個小朋友的寶寶房間 所以到時呢 大家也可以按照這樣來設計 和設計 那然後呢 右手邊這邊就是主人房的位置 那整個主人房這邊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都是帶來套廁的 那這個套廁 它這個裝修標準 有點骨折一點點 就是沒有抬高了整個地板 來做乾燥分離 可能都是趕工的問題 但是整個空間是夠用的 和不是黑刺 那最終 那這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我們這個基礎層 外面陣送的這個騎樓 它這幅牆 不屬於實體床 即是大家說 日後有機會做個拖門 這樣出去也有機會 但是呢 這個呢 就要大家和後期 或者公司溝通 裝修的時候 是否符合到 他們和政府 當地這邊的一個 條令和規則 那其實說實話 一尾八個床 是絕對夠用的 這個一百三十房呢 雖然說是橫廳 它做了大三房 但是房間來說呢 卑微房差一點 主人房也是差一點 如果再放大一點 我覺得非常之不錯 但是 聖就是它的景觀 是非常之美的 因為可以看著整個 我們長江水庫 包括我們五桂山的三角這邊 整個自然之源的景觀 非常之不錯 以上這邊呢 就是一百三十平方的 這個示範單位的一個介紹 一會我們移步到 我們一百二十平方這邊 看看交流標準又是如何 好了 那我們最後一個 幫大家介紹的壺形 就是我們一百二十平方 樹廳的一個 動靜分佈的三房 兩廳兩位 那我們隨著鏡頭 進來看看 這個壺形究竟如何 首先 經過一個我們的 裝甲防火門 和自然密碼鎖 就正式入到 我們的房間 門口 依然是這樣 有我們的入戶 花園船關的 陣送一半的面積 左邊這邊 是有窗 和去通風採缸 還有 這個03 和旁邊的04 會有少少許的區別 就是這個圓關裡面 還有一個我們 小小的草物間 所以說 這個也是比較別致 還有 我們的右手邊 這邊 就是連貫著 隨訪這邊的窗戶 所以這邊擺放雜物 非常方便 同時 隨訪這邊 亦可以進行 一個 消尾 和整個 通風的感覺 擺在面前 然後 經過這個門 就正式入到 整個壺形這邊 這個壺形 亦都是我們 全國系列所有面積 券的一個 裝修交流標準 一個框架給大家參照 大家可以見到 所有地下的灰白色的瓷磚 和黑色的踢腳線 包括我們全屋的中央冷氣 全部都是交流標準 我們所見到的所有門框的顏色 包括插梭的位置 包括電動窗簾 露台 雨樓的裝置 都是交流標準 包括我們左邊的藍眼面板 都是交流標準 大家可以見到 我們這個廳的開箱 大約會有三尾九的幅度 它是餐廳和客廳 一體式的設計 然後我們轉到一個角度 看看廚房的位置 又是如何 整個廚房這邊 採用了一個半包圍式的廚房位置 大家可以見到 我們的操作桌 我們上面的櫃 波闊我們下面的射門機 波闊他們做未裝好的涼霸 都是屬於我們交流標準 雪櫃這邊也放了一個size 開箱大約是83厘米 我們整個深度這邊 又可以自我調整 我覺得雙門的雪櫃應該是設定的 然後三尾九的廳 其實擺放一個65吋到85吋之間的電視 放在這個位置 放一張大的泰飛椅 坐在這邊 其實非常舒服 而且最近我自己的家也入手了一套 我們之華視的一個太空倉的電動座椅 所以說 有梳化的感覺才有家的味道 所以說大家後期 如果真的買到這個戶型 如果是煮的時候 梳化爹 很重要的一個調味爹 然後最重要的是露台 露台究竟是多舒服呢 夠不夠大呢 我們先參觀一下 出來的露台 我們可以見到 這條黑色的線 左邊的位置屬於全陣送的 這邊屬於產權面積 所以說整個露台也都是震送差不多一半的面積 我們左邊這邊 它依然有一個招進去的位置 到時大家可以放在死衣機 包括我們的綜合櫃 收納 包括保護整個死衣機 都是沒問題的 然後整個東南向望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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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 所以這間的別墅 和左邊的高爾夫球場 和正前方的海恩半山的整個景觀 和整個五桂山的整個自然之餘 都是自己的眼裡 所以這個視頻不會說太差 可以說在市區裡面 靠近市區這個階段最豐富的景觀 也是我們之前最喜歡的景觀之一 因為前幾年我都想入手第一間Vocal的時候 都想買是這樣的視頻 可惜人貓不夠 所以這個機會又重新給大家選擇了 然後正區這邊是沒有任何的一個走廊框住的 所以到時這邊就會有我們三間房間 遍佈是我們的左側這邊 我們先看看公共攝手間 公共攝手間大家可以見到 整個色調是偏灰色調 酒店的感覺比較多 整個感覺也不會太差 也都是我們正常的有窗的廁所 不是一次 我們進來這邊就是另一個露台部件 正送一半的面積 這間房間完完全全 就可以做回我們的小朋友的房間 但這邊有一個問題跟大家說一下 隱私性就不是十分好的 到時這邊後期我們可以貼一個玻璃膜 可以讓整個隱私性好一點 讓旁邊的大面積 看不到裡面的整個空間的感覺 這間房間也是帶我們的中央冷氣的 然後在我們右邊這邊做一間我們一個 臥室 這間臥室就是一個比較別致的地方 它這邊把飄桌的位置全部打進去 做回了一個270度的落地兩面落地玻璃 整個別墅景觀和半山景觀 全部都看得到非常舒服 所以說 有景觀的地方 它一定是稀缺的 此時此刻你感覺不到它的稀缺 但當大家全部入住了 沒有了之後 你會覺得它非常稀缺 然後我身後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主人房的位置 左手邊依然有一間套廁的設計 整個左手標準和公共四手間差不多一樣 幾乎一樣 然後進來整個空間 打了整個飄桌之後 整個感覺的空間會大很多 我們衣櫃的位置可以設置在我們前面的長身這邊 這邊可以放一些我們的電視 或者投影網都是沒問題的 然後左手邊整個落地玻璃這邊 看出來的感覺 依然是我們半山的景觀 非常之美 中山本身就是一個古色古香的城市 還有可以看著五桂山這麼好的山馬 還有我們長江水庫 還有我們整個富人區的別墅 還有我們海恩的半山別墅和住宅 真的很享受一下 所以以上這邊就是我們最後完 第一期三期一棟的流亡所有單位的展示 有沒有喜歡的戶型 有的話一定要掃到上邊的QR pool這邊 換到Bosco做一個詳細的字 讓大家介紹到這邊 我們一會兒去樓下這邊幫大家簡單總結一下 好了 我們今期就幫大家介紹了 我們永宜最豪原這邊三期 一座流亡這邊的一個示範單位的介紹 其實看完之後 觀眾都會覺得這個景觀真是不錯 還有這個樓盤和入住率非常之高 它有一期和二期的必需 和住宅這邊的人群聚焦在一起 其實我們三期並不孤單 還有我們流亡單位還可以看著整個山景 五桂山包括長江水庫方面的東西 其實是非常之不錯的 這邊的優勢一定是它這邊的交通 還有它到時日後的心中通道通了之後的 翠恩快線和我們中山的輕軌站 幫助大家在交通上面可以解決到很多問題 它不好的地方當然是它周邊沒有大型的購物 可以讓大家去樓下 即是可以享受到中山這邊的購物 不過如果備好台車其實問題都不算很大 因為我在這邊都住了三到四年的時間 因為我們第一層樓都是住在這邊 其實亦都習慣了 但是它這邊樓下的華瑞曼街 包括一些便民超市 包括我們的長江市場方面 都是對樓盤非常之近 還有樓下亦都有我們的樓巴 到時長江市場這邊 每天都會有四班班車 可以載大家去市場買菜 到時都自購回來 所以大家亦都不用擔心這個街市問題 不論是海恩還是我們的星河 包括我們大順這邊的商圈 其實它的樓盤大概都是五到十分鐘的車程 非常之方便 如果大家對這個樓盤有興趣 一定要掃回上面的QR Code 或者Bosco這邊做一個詳細的資格 Bosco也會親身帶大家來實體樓這邊 堪測和感受一下這個大灣區的不同的變化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訂閱給我 或把我的視頻分享出去 我是Bosco 我們下期再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給like和share出去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詳細的樓盤資料 歡迎通過以下方式聯絡我們 謝謝 謝謝